一半一半这个作品呢 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告别的故事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会跟很多人要说再见啊 或者是告别 借由制偶师或者是偶戏工作者的这个角度 然后来看它会怎么告别 刚好也常常使用到一种戏偶叫做半生偶 如果是做出一尊戏偶 然后是可以让我自己去操作它 然后好像让我可以跟它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然后如此紧密的不分离的话 我会觉得好像还蛮符合这个主题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亲子的制作演出 对我来讲就是亲子跟成人老少嫌疑的一个制作这样子 其实物件或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普通的物品 它其实可以做出各种千篇万化的事情 只要我们应用我们的想象力 对小朋友来说他们会看到就像迪士尼这样子 很多东西飞来飞去啊打一打去啊 然后发生很多冲突很多有趣的事情这样 成人有成人可以看的地方 因为他是在讲一个告别 会有一些很纠结的过程 然后就是想要让观众们知道 告别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用怕没什么好怕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新鲜有趣感人温馨 在这个戏里面还有很多的巧思啦 印象深刻就是那一支Yellow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塑胶人管 可以把它凹成一个人形 我更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塑胶人管的媒材 它有办法这么的拟争 然后甚至他有一种介于人跟卡通 动画之间的一种很独特的美感 自偶师或者偶戏工作者 他们常常会对物件啊或工具 或者是材质 他们会有一些不同于一般人的一些想法 这样的想法好像可以跟思念或者是跟告别结合在一起 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只是看到一个场景 或者是看到一个他使用过的东西 或是他穿过的衣服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借景抒情 或者是想到这个物件就会想到这个人 那我觉得这个特点很适合分享给来看戏的朋友 就是你思念的对象或者你所有想念的对象 他们都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就是没有离开 8月5号6号 排排手工作室呢 会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连演三场 一半一半 如果你有思念的人 有放不下的事情 那就来看一半一半 让我们陪你一起